水里郭小近年来发展足球友诚 也在全国赛中斩斗头角 而临近的水里郭中也成立足球队 但却都没有标准的场地 再加上跑到有些许需要改善的地方 地方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助帮忙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行政院中区办公室的执行长 蔡培会执行长 会同我们当地的篮头县议员 王秋淑连代表会 这边来共同会刊我们水里郭中跟水里郭小 这两校的运动场地 尤其是我们水里郭小 去年参加我们足球成绩优越 又代表我们全国去参加国外的比赛 拿到很卓越的成绩 我们执行长会非常重视 我们南投县所有辖区的国小操场用地 水里郭小校长表示 水里郭小今年来足球成绩越来越好 却没有标准的场地可以让孩子们训练 相当期待相关单位能够协助帮忙 那我们很期待就是孩子这么喜欢体育 而且水里目前又有三极致的一个概念跟思想 就是希望国小国中跟高职的部分可以连结起来 那当然要给他们有一个比较标准的足球场 那今天非常开心 就是能够有那个蔡执行长的帮忙 那可能可以把这个足球场建置好 跑道的部分因为也会延伸 所以连这一块都能够一起来做改善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 现一位王秋叔表示足球场设备对于水里国小 以及国中来说相当重要 尤其操场也需要改善 希望在会议看过相关单位能够进行数改善 看我们的学校的跑道 还有我们的足球场的一个设备 我们行政院总办指引长 感觉到我们的这边的学校的操场 九年未失修 还有我们因为水里国小以及水里国中 针对我们这个女子的女足球 这个项目非常的盛行 也成绩非常的有益 针对我们学校的这个球场 来把它改善之后 让我们这些的选手 女主这些的选手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地方 让我们这些学生 能够有很好的成绩 有很好的表现这样子 期望这会看过后 相关单位能够了解地方需求 请听名义 协助改善跑道以及足球场等相关设备 让地方有安全且标准的场地能够训练 记者邱平易学里采访报导